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贤平郡的吉祥物阿润 我是多润 没有刻字的碑叫白碑 贤平新光面 桂川里 桂月村前面 曾有过叫长山田白碑的石碑 现在这座碑已经牵至沙童村入口 这座白碑有着感动的孝子故事 长山田白碑 很久以前 贤平又一对夫妇与年老的母亲一起生活 老母卧病不起 而且不知得了什么病 每次看见孙子都会大喊大叫 快把那个孩子煮了 哎呀 要死了 有一天 夫妻二人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母亲总是那样 实在没办法 但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为了老母 他们决定按照老母的意思去做 虽然知道这不人道 但是他们把可爱的孩子放进锅里煮了 锅开了 他们打开一看 儿子 没了 只有一根童子身 不可思议的是 以为煮没了的儿子 竟然正从外边走进来呢 爹 娘 儿子 我的儿子还活着 谢天谢地 他们抱着儿子哭了好半天 原来是被孝心感动的上天 把儿子换成了童子身 老母吃完童子身并全好了 他们一家四口 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闻此事的地方官说 真是感动上天的孝心啊 不过 沙儿 毕竟是死罪 就给他赐一个白杯吧 是 1987年5月 牵制沙童村入口的长山田白杯 成为了孝心的榜样 至今还让人感动不已 牵白杯时 白杯稳如泰山的立在那里 邻近的村民们觉得这是有灵性的杯 因此精心上供祭品 并祈祷后才进行牵移工作 现在的长山田白杯 是新造的高丽时期风格的石杯 这真是一个感动至极的孝子故事 朋友们 欢迎来咸评牛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